第35章 在二里铺卖菜 二里铺人来人往 青灰江低岸边更是闹哄哄的 远远望去一条条的石板台阶 从江边爬上低岸 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这样的台阶 不时有人从下面的船上跳下来 通过台阶爬到岸上 那些早起来感激的乡里人 不停地从这里涌向急震 也有人从岸上下去江边 把货物送上或大或小的船只 江地的旁边也十分平坦 但除了有几个卖馒头和汤面的小摊外 并无其他的铺子 出于安全考虑 这地方是不能建房屋的 要是潮汛来临的时候 那是跑也来不及跑 下堂级说大实在不大 少有富货和大商家愿意在这里居住 说小也不小 十里八乡的农户都指着从这里买东西来 实在是这比较偏远 既不靠近上游的青灰县城 也不靠近下游的灵湖州 又没啥特产文化 注定不能成为商业重镇 要不是青灰江打着经过 还不知道怎样被人遗忘了 可是通过青灰江去灵州湖的大船 也不会在这里停留 就算偶尔停留 也不过是买些船上缺少的日用品 不会大肆购买货物的 但是有了青灰江 还是让这儿的人们生活方便了许多 那些形色匆匆 有满脸风霜的乡下人 将自家产的一些东西拿到集市上卖了 再换回家里需要的生活用品 他们的脸上有疲惫 却没有愁苦和绝望 而是边走边大声议论经验的收成 家里添置的东西 来年要种些啥等话题 在他们那简单的头脑里 只要不停地劳动 日子总会有希望过好的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 杨氏卖菜的担子一放下 便有那些正肯馒头和窝窝头的汉子围了上来 有些手里还拿着碗 以往他们手里可没有碗 杨氏把柴炉子的火给包忘了 又加上几根木柴 来一起把扣在竹楼里的锅放在炉上 又从篮子里拿出不包着的木勺 将瓦罐里的猪下水咬进锅里 那香味历史就四下的飘荡 尹德还在干活的人也不停地侧目 可是这会儿好多人的活还没干完 吃早饭的人还少 感觉的乡亲也没有回头 所以也只有几个人来买下水 一个黑瘦的汉子买了三文钱的猪下水 有两文是单放在一个小罐子里 要带回家去的 他蹲在地上一边吃着菜 时不时的啃一口手中的玉米窝窝头 一边对杨氏说道 大嫂 你这菜的卧做得实在是好 昨儿啊 俺买了一文钱的菜带回家 俺的婆娘和儿子都喜欢吃 说推划算了 一文钱 六个白米馒头也买不道理 俺的婆娘说 接着让俺买两文钱的 带回家给儿子解馋 还省了钱 旁边的一个老汉说道 可不是 这菜吃了干活啊 身上都有劲 这闺女也失诚 每回咬的也多 一点啊 也不像那些奸化的生意人 杨氏笑道 哎呀 我这小本生意 全靠心细 要洗得干净 注下水才不会有怪味 还要烧得精细 吃起来味道才香 我是想啊 做长远的生意 又不是卖一阵就不卖了 就是将来有人野烧这个来卖 你们瞧着我家的菜 又便宜又好吃 一直还买我的 那就成了 卖那么贵 没人吃得起 有啥用 黑瘦的汉子笑道 嘿嘿嘿 别让俺不晓得 俺可是一定会买你的 左儿个大愣之间这个好吃 也买了一副下水回去 花了四文钱 她婆娘洗了半天 结果烧出来臭烘烘的 没人吃 全倒了 哎你说 四文钱啊 能买两大碗烧好了的 这还不算的又洗又烧的功夫 大嫂还贴了酱和青菜里 老汉鄙夷的说道 演气人家赚钱 可人家费的功夫 她都瞧不见 这菜呀 不用闺女说 洗起来肯定是费功夫的 还费桌料 烧起来呀 怕也不便宜 杨氏笑道 那是 你瞧我这罐子里的猪下水 还是热的 那是因为呀 昨晚在锅里熬了一晚上 今儿一早再盛起来的 夜里有时还起了天把火 这样慢火烧出来的呀 才入味 才酥烂 才香呢 一口气烧熟的味道 不能这样好 那黑瘦的汉子和周围的人 都听得变色 连声感叹道 这钱赚得不容易 说着话 吃早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晚常那些干活的乡下汉子 大多买几个窝窝头 或者馒头当早餐 如今 偶尔也会加一文钱的猪下水 来喜笑兮兮的 对每一个人都热情的吆喝道 哎大哥 一文钱的猪下水 来 接好了 大爷 你也要一文钱的 好 想要多些长呀 好嘞大叔 来 两文钱的 好 你要啥 多要些香酱 好 就给你多一点 不能太多 我倒不是小气 这猪下水的窝儿就够重了 您再吃那么些酱 待会儿呀 喝一肚子的水 光跑茅房去了 众人听了轰然大笑 杨氏在旁边不停地收钱 乐得眼睛都眯缝了 那些汉子买了菜 手里攥着馒头和窝窝头 到江边或蹲或坐 边吃边聊 香辣的味道 滑腻的大肠 厚实的猪肚 油药就是猪心 绵软的猪肺 吃的这些汉子一个个头上冒汗 连呼痛快 太阳再高一些 那些感激的乡民也陆续回来了 一路上高声说笑着 互相询问手里的货物价钱 东西好坏 在哪买的等问题 货物买得多的人 还叫了码头上的搬运脚夫 挑着担子 或推着独轮车 跟在后头 拖着媳妇带着娃拉感激的 也大有人在 娃子们手中都握着一些惠而不贵的小食品 如油炸果子的 这亲人到了二里铺 阳市的小摊 立即被新预论的顾客给包围了 最先嚷嚷着要买的是那些小娃子 他们是被那香味够得不想走 他人一听 采药一闻前 也变动了心 可是还是不踏实 他们担心不好吃 往常很少有人吃这些脏东西的 可是 凡前两天买过这珠下水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上前买上一闻或两闻 于是没买过人就问他们 听说味儿好的很 又要了竹签子去尝味儿 这一尝便马上掏钱了 只是苦了那没碗的人 有那玩儿闹着不肯走的人 只好跟码头上干活的人借碗 买了当场吃完 再把碗还给别人 还有那条件稍好的 嘴又馋的 觉得不贵 便在来袭的指引下去了服洗杂货店 买了粗瓷碗或者砂锅 回来装猪下水 玩儿们吃得津津有味 大人们在一旁慈祥的瞅着 闻着那香味也想尝尝 可是小玩儿第一回吃这东西 自然是馋得很 霸着碗吃了个底朝天 吃完还意犹未尽的 拿舌头甜甜嘴唇 大人接过空碗 瞧一瞧 还有一些汤水便倒入嘴中 只觉得咸香无比 确实是好味道 有条件的就会再买一文钱 没钱的一边念念不舍的 往往那锅里的猪下水 一边扯着玩儿的转头就走 玩儿还时不时的回头张网 就这么的 杨氏和莱喜很快把菜卖完了 根本等不到中午 因来的碗没买到的人直跺脚叹息 有些汉子就对杨氏说 要他往后多做些 他们中午也想吃了 杨氏便推说家里忙不过来 而且急上也没有那么多下水卖了 这么个小急症 一天顶多杀三到四头猪 多了也卖不出去 但他又说到 村上的时候会烧些鱼虾杀的来卖 也是一文钱一勺 大家听了他的话便期待起来 来洗手脚麻利的将东西全部收拾到竹楼里 自己挑着 和杨氏回到服洗杂货店 他们进门后喜滋滋的对杨德发表公道 爹 先前啊 可是有人来买碗和砂锅 那都是他们买猪下水的 又没带东西装 我指着他们来这买的 说完得意的笑了 杨德发笑着白了他一眼 对杨氏道 早听他们说了缘故 这倒是想不到的 你卖猪下水竟还带做了我的生意 他们啊 可是还买了篮子和筛子啥的呢 杨氏笑道 大哥这里的货好还便宜 不过是位置偏了些 小的人不多罢了 等日子久了 人就会找着来买的 杨德发自得的点点头 杨氏往后边厨房倒了杯水喝 又对杨德发说道 大哥今儿给我挑两只大缸 再来六只大缸的瓦罐子 下晚的时候啊 咱村赶车的老陈来帮我招待回去 大哥您瞧要多少钱 说着他摸出了钱袋 杨德发刚要开口拒绝 杨氏便打断他的话 亲兄弟名算账 我这是买东西嘞 要是我去旁人家买 难道你还能不把钱 你这回不要钱 我下回拿好意思再来买东西 杨德发只好说道 那那就给个本钱吧 你瞧自打你来寄上卖菜 我跟来袭都不用再烧菜了 这不是钱 我就全当帮你带货就是了 两只大缸 四十文一只 共八十文 大瓦罐子八文一只 共四十八文 总计是一百二十八文钱 杨氏也无法 只好将一百二十八文钱 数出来把他 来袭跑过来对杨氏说道 大姑 我晚上把你东西送过去好不 我都老长时间没去过大姑家了 正好呀 找亲木和菊花说说闲话 杨德发不等杨氏答应 便气恼地瞧他 找亲木 我瞧你是嘴馋想吃啥了吧 杨氏忙制止大哥再说他 对来袭道 那大姑可在家等你了 今儿菊花还让我买些猪蹄和猪头回去烧了 正好呀 让你尝尝心 来袭大喜 挠着后脑勺笑了 又见他爹脸色不善 忙道 我陪大姑去买下水 飞快地拉着杨氏出去了 丢下杨德发 在店里望着他的背影生气 这个小儿子 机灵活络那是没得说 就是有时候还像个小娃子 不老臣 丑女如菊 第35章播讲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